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下面就开始给大家说十几分钟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学佛 一定要 这个 要懂得执心是道场 执心是什么 就是一个成心啊 一个人心成 就是执心 你心很成的人 你的心中已经有菩萨了 你的心很成 你人就会无虚假故 就是没有虚假 所以我们 发心是道场 一个人如果能够发心 就是我今天愿意做 学佛的事情 愿意帮助别人 你心中已经拥有了菩萨的道场 还有吗 就是要 身心是道场 身心 这个身 就是很深的身 身心 这个心啊 从内心里边 相信菩萨 这样的话呢 你会增加你的功德 所以 如果你还拥有 这个 拥有菩提心 在心中 你菩提心也是你的道场 拥有菩提心的人 有什么好处呢 他就会 无错妙故 妙就是妙论 就是 没有错的语言 那么 还有一个呢 是布施式道场 大家都知道 布施很重要 一个心 内有布施心的人 他 就会有 道场 所以 而且呢 布施心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不能 忘 报 故 不能忘 报故 就是不能去期望 还有回报 你今天对别人好了 你不要期望 别人会对你好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这个心 已经 我们讲的叫 不忘 报 故 也就是说 你不会去希望 回报 故 还有一个道场呢 在你的心中呢 叫 持戒式道场 持戒呢 就是我今天守戒 今天能够守五戒 杀盗 淫妄 九 守五戒 那持戒 那持戒的人呢 他心中呢 就会有道场 大家知道道场是佛的一个地方 佛的一个道 所以你有佛的道 佛就会来 就像有飞机场 飞机才能够在这里停一样 所以心中有道场 所以你就会没有错 妙 所以布施呢 也是道场 我们经常布施呢 不忘回报 持戒是道场 那么持戒是道场 他 有什么好呢 因为持戒的人呢 得愿 就得到愿力啊 这个非常容易得到自己的愿力的 这个期望的成功 所以你去看一持戒的人 他只要许愿很容易成功的 还有一个道场呢 叫人禄式道场 人禄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个人能够忍耐 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 这个经常能够人禄的人 这个人禄不容易啊 忍就是忍耐 禄就是受禄 你如果一个人单单能忍耐 但是你没有能够受别人侮辱的心 你这个心也修不好 别人就算污蔑你了 侮辱你了 你也要能够忍耐 这样的话呢 你在这个心中就没有挂爱 心中无挂爱故 因为你想一想 如果你今天能够忍耐了 别人骂你了 冤枉你了 你自己能够忍耐 你想想看 这个道场在你心中多厉害 对不对啊 菩萨知道你没有做这个事情 但是别人都在冤枉你 但是你心中忍耐了 那么别人不知道 那菩萨知道吗 菩萨知道 菩萨一看你 哎呀 这么好的孩子 被人家冤枉了 你还是这么精进的努力去修心 你的心中没有任何的牵挂和阻碍 所以与众生无挂爱故 心无挂爱 实际上呢 这种人修的这个道场呢 之后呢 他永远不会心里很烦恼 你去看能够忍耐受辱的人 他不会生起脾气啊 他不会发脾气啊 不会难过啊 不会去跟人家争啊 斗啊 跟人家搞啊 还有一个道场呢 叫精进 精进道场 精进道场是什么呢 精进道场就是你要努力 一个人不懈怠 就是不是说三天打狱两天赛网 精进式道场就是天天要努力 一分一秒都不能自己觉得我已经很辛苦了 我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我今天稍微放松一下 没有假期 在心中只有佛心和佛念 没有懈怠故 还有一个道场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还有一个叫禅定式道场 禅定的人 他的心中就拥有菩萨常住的一个道场 这个你经常能够禅定的人 你的心能够调顺 而且非常的温柔 你去看 能够定得下来的人 他的心一定调得非常的温柔固 调心 所以一个人能够定得下来 这个人心很容易调节 还有智慧式道场 智慧式道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拥有智慧 他在心中就有菩萨的道场 那么有智慧的人 在人间 那么他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法 可以见到所有的一切法 他会开悟一切法 所以智慧很重要 还有就是 慈心是道场 慈心 慈心是什么 就是和众生一样的心 慈悲 这个和众生一样 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善良 因为人伤我痛 你不会因为 看见别人痛苦 你会开心 因为 这个 完全是靠 心中 这个道场而来的 所以呢 还有一个呢 叫 悲 心 是道场 悲啊 是什么意思 就是悲悯众生 今天呢 台长跟大家讲的都是我们的道场 心中要放些什么 也就是说 佛的道心 放在心中到底要放些什么 悲 心是道场 就是要忍耐啊 要 要忍 疲 苦 就是忍耐 疲劳啊 辛苦啊 这个 是道场 在心中 还有喜事道场 欢喜心 也是道场 所以很多人 心中 老 经常会 开心 想想就笑了 这也是道场 那这也是道场 弥勒佛 心中 有道场啊 他有佛的道场 因为弥勒佛 老开心啊 那为什么我们人 总是不开心啊 还有一种叫 悦乐 法国 就是什么呢 开心的道场 是什么 你就会 法喜 充满的 还有一个 道场 是舍事 道场 一个人能够在心中 经常舍去 一切 而舍去很多 你就会慢慢的 放下 恨别人的心 和那种 私心的 爱别人那种心 会断掉的 所以能够舍掉的人 他心中会 断 憎恨 啊 断 私爱 故 啊 那么还有一个道场 是什么呢 神通是道场 啊 神通 神通是道场 就是成就 六通 啊 大家都知道 要成佛 成菩萨 啊 也要六通 也就是说 你至少要知道 别人在想什么吧 其实这个很容易 这个神通 啊 很多爸爸妈妈就知道 孩子在想什么 好像师父就知道 弟子在想什么 啊 像很多人 一辈子活在世界上 只顾自己 不顾别人 他永远不知道 别人怎么想的 就只顾自己 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 这样的话 你这个人 没有神通 啊 解脱是道场 啊 解脱是什么 解脱就是放下 你如果心中放得下 你就是解脱 啊 因为放得下的人 能背舍故 背什么 能够 啊 背弃 啊 背弃那些不好的 舍掉 啊 那些不好的东西 在心中的 还有一个道场 你们知道 在心中是什么吗 就是方便是道场 方便是道场 实际上就是教化众生啊 啊 你看到哪里 就去帮助别人 就是方便是道场 啊 这个 这个 还有多文是道场 多文 多多的去听 也是你心中的道场 啊 因为你经常听佛法 听修行 那你的心中就会有佛法 你会去修行 啊 所以呢 福心是道场 福心是什么 降伏其心啊 就是你把自己的心能够降伏掉 啊 你就有 心中有道场 啊 所以 这个道场很多啊 在心中啊 要有很多很多道场啊 这些道场什么意思啊 就是让你不断的 在心中增加 啊 这个善的和慈心悲心 各种各样的 菩萨的一些啊 方便法门啊 解脱法门啊 欢喜法门啊 所以刚刚实际上每个道 不就是一个方便法门吗 啊 所以 希望大家呢 那个能够好好的 把自己的心打开 让菩萨的这个 这个 心啊 进入你心 啊 所以 发心啊 能够是道场啊 身心是道场啊 菩提心是道场啊 布施是道场啊 啊 这个持戒是道场啊 忍辱是道场啊 啊 对不对啊 精进是道场啊 禅定是道场啊 然后智慧是道场啊 慈悲是道场啊 悲悯心也是道场啊 所以呢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不能跟大家说的太多 下次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 这个 心中的道场 就是菩萨的心 菩萨的各种方面的道 在你的心中 你就能成道 成佛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先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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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